天天饮食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我是林一伦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 天天饮食的美食之旅 连云港的花果山 大家看到 那是我们花果山的猴王 他是不是孙悟空呢 我不知道 因为刚才我问了半天了 他都不说话 在那写了一个旺规 你看那旺规就是为他写的 他每次就站在那 等着客人为他送吃的来 就等到忘了回他的家 我们这个山上是非常的漂亮 当时太上老君 吓到凡间来去骗那些猴子 说星星铺成银河 完了是彩虹架起飞桥 就说天宫有多漂亮 把孙悟空孙大圣骗到天上去 那今天我就要做 跟这段话有关系的一道菜 叫腊汁卤排骨 我们也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锦绣仙桥 因为跟那句话是相对应的 在这么美的地方 肯定会做出那么好吃的菜来 但是我们要请徐师傅 把它独家秘方 这真的是独家秘方 大家一定要认真看 怎么样做这个腊汁 我们要学一学 现在我来教大家做腊胃卤制 所需原料 有花菇 黄芪 花椒 生虚 草果 木片 香叶 橙皮 桂皮 丁香 印度香叶 干辣椒 干辣椒 豆蔻 豆蔻 红区米 小茴香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鸡汁 鱼露 香叶卤 鸡汁 鸡油 烧腥料酒 芝麻酱 紧蒸酱油 海鲜酱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姜 蒜 葱 先把这个调料 把它倒入这个砂锅内 把香料放到砂布当中 放到砂布中 做成香料包 放入这个砂宝内 然后加入适量的高汤 放到火上 加热 小火加热三小时 辣味卤水汁就熬好了 好了 大家接下来 我是怀着这个 崇敬的心情 来给大家做这个锦绣仙桥 也叫这个蜡汁卤排骨 因为什么呢 刚才我跟大家介绍了 这个汁啊 是这个小徐师傅 特别这个告诉我们大家 这个秘方的 因为他从来不把这个秘方 这个公布给人 但是这通过天天饮食一放 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所以他这个也不叫秘方了 我在这儿呢 要特别感谢他 而且用二十多种这个料啊 做出来这个汁 肯定很好吃 那让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这道菜的原材料 那首先呢 是用这个水 用开水超过的这个排骨 那还有呢 就是这个腊汁 这有青红小辣椒 高汤精 盐 这个是豆豉辣酱 葱姜 这还有一些水溶生粉 我们首先呢 要把这个排骨啊 要这个用油炸一下 我们要先放入一些油 为什么叫锦绣仙桥呢 因为你看 这个排骨在炸完以后啊 我们在制作好了以后 把它放盘啊 它是一个拱形的 像一个小桥 完了呢 这个小徐师傅啊 给我做了一个 很漂亮的仙鹤 一会儿我会把它放在这儿 但是有这个 很多我们家庭啊 就说说 其实这个餐厅 在摆盘的时候 你们做的那些 龙啊 缝啊 我们自己家没办法做 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们可以不用做嘛 还有一个 我们也可以想一些办法 买一个塑料的凤凰啊 或者是这个龙 我们把它放在盘子里面 其实不用了 这个只要是菜 做的好吃就可以了 毕竟我们是这个家庭聚会嘛 好 那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油呢 是要达到六成热 六成热 我们才可以这个 来炸这个排骨 那六成呢 一成是三十度 六成呢 就是一百八十度 大家记住了啊 以后我再说 几成热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记住 这个是多热的油了 一成半 四十五 好 我们把这个排骨放进去 为什么要把这个排骨啊 先焯一下水呢 因为这样的话 可以去掉这个肉腥 那还有呢 就是这个 让这个排骨啊 在炸的时候 这颜色出来更好看 在这个炸肉的时候啊 或者炸一些东西的时候 要注意安全 你看我现在离的这个位置啊 就是比较远 而且呢 我们是用侧脸来看 不要正脸去看 有时候崩出来油画 容易伤到自己 好 好 我们把这个排骨呢 先从这个油锅里拿出来 我们可以开火 完了 把这个蜡汁啊 放进去 大家看了哈 好像感觉很简单 但是这个 其实里边 是有这个主人的心思在里面 你有时候你请这个朋友来吃饭 你说 今天我给大家卤的这个排骨呢 里面有二十多种 这个卤汁里面有二十多种原料 那他会觉得你很用心 好 我们把这个排骨啊 可以就放到这个 卤水汁里面 等这个卤汁全开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关小火 把它关小火 卤上四十分钟 这个排骨就可以出锅了 好 经过这个 四十分钟的卤汁之后呢 我们这个排骨已经出锅了 但是现在这个还没有 可以上桌 因为我们还要做一些 这个胶汁在上面 热锅放入一些油 我们把辣椒爆一下 葱姜放进去 把这个酱啊放一些 豆豉辣酱放一些进去 放一些高汤精 放入一些盐 稍微的可以勾一点芡 这样呢 我们在上桌的时候啊 这个 在这个肉上面呢 有一点这个 亮亮的感觉 为了吃排骨 神仙 鲜鹤也过桥 您说对吗 您说对吗 谢谢大家